用伤害别人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心灵创伤的受害者 也是心魔作怪的受伤者 人的自私心犹如一颗定时炸弹 放在你的身边终有一天会爆炸 会伤害你自己 只有真正相信菩萨存在 才能让别人相信你 只有真的相信自己这颗纯洁的心 能够帮助别人 才能真正得到世人的帮助 学佛就是要学会将人间的烦恼事情拨开 人事物都是我们的障碍 想穿想明彻底开悟 才能回归人类之本性的美德 一个人发现自己的错误是悟醒 希望大家看清人间 如果你有看不惯的事情 说明你还没有慈悲心 如果你还看不起别人 说明还没有智慧 如果你还天天烦恼 说明你心中还有魔 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就没有欲望 有欲望就会失望 如果一个人整天活在失望中 他就会绝望 所以我连盼望都不要 因为有了盼望 就会有更多的失望 人生的快乐与否 幸福与否 不在于拥有多少钱 在什么位置 而是在于怎样活着 不被人间的名利所缠绕 你的生活才会真正的解脱 拥有解脱的生活 才会拥有真正的人生 学佛人要学会放下 物质无穷的欲望 否则会伤害自己的心灵 如果能够放下 对物质的欲望 就会完善人的心灵世界 学佛救人靠品格 做人度人靠智慧 人际关系靠美德 我们要用慈悲心和智慧 去面对人间所有的一切 你会发现 你生活的空间 豁然开朗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尊重不是给予 而是收获 是自心慈悲的真诚流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